大家好,我们继续说文解字,在今天的分享以前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或者说声明,或者一个小插曲儿,为什么呢? 那有的朋友说,呀,你呀,够可以的了,也够狂妄的了,敢说文解字,实际上这没什么,我们读不通说文解字,那么我们也可以。 我们的后人也可以说文解字,那么各自这种意见,这种观点,这种信息的展现和表达都一样,那么实质也认识就是说文解字,你说我们现在的老师,学者,那不都是在等给大家说文解字吗? 只不说我们借用这么一个词,也谈不上什么狂妄不狂妄,那么我呢,只是把我知道的这一切,展现呈现给大家,那么至于大家认不认可,接不接受,赞不赞同,无所谓。 我也没有强迫的意思,你要说不,不愿意,或者不想听,不听,不看就是了,那么很简单。 另外一方面呢,还有朋友告诉我,说我讲的不深,不透,有好多地方是一带而过,因为我们现在说文解字,这是单个的音和相关的,单个的字的展现。 那么,至于词嘛,那是第二步,那是将来的工作,希望有时间和机会,我也希望有时间和机会,那么去跟大家分享啊,关于词,因为词这个量呢,比单个的字要大得多得多,也需要花为更多的时间。 为什么所谓的说,讲的透与不透?因为这个单个的字,我们只是分享这个单个字的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我们祖宗,我们人类,我们中国人又发明了词呢,又搞出来词呢? 就是单个的字不能表达,哎,这个真实的含义。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信息啊,这个意思,这感觉的表达呢,更准确,更精确。 那么,所以呢,那才要主词,那就不是单个的字。 那么,一方面呢,打个比方讲,我们说文解字呢,这是学走路啊。 那么,这个,分享这个词呢,那就是,分享跑步,跑路的意思了。 那么,那是第二步,我们要先打好基础,不要着急,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啊。 道子宁这个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荷豹之木,生与豪木啊。 这个,都是一点一点来的。 你说,还不会走,那就要跑,也是难为。 那么,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事要一件一件的做,一点一点的积累。 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当务之节,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把三个的音和字,就呈现给大家。 那么,那么我们在这呢,就做这么一个,简单的说明吧。 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无所谓。 那么,好,我们就接着我们今天的分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就是我们汉语,这个草,这个音和相关的汉字。 我们在前面呢,跟大家分享了,啊。 祖宗把能吃的,我们人类能作为食物的植物,啊,叫做菜。 那么,当然了,说植物这个词呢,是现在啊,就是后期演变出来的这词。 在最早的祖宗时候,哪有什么词啊? 所以,说植物,祖宗就是从分类能吃不能吃,啊,是,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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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 后来我们,啊,发现啊,它有植物,有动物,啊,有了区分,啊,嗯,那么,当然,祖宗也知道,啊,说这个,动物,植物,但是那个时候说没有动物,植物,这种分别。 那这就是说,啊,草木,啊,那就是植物,哈哈,啊,虫树,那就是动物,啊,那么,这都是说词的问题。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会引用一些词,那么,具体的含义呢,我们就不去跟大家去展开了讨论了,展开了展现。 那么,能吃的,呵呵,植物,叫做菜,哎,嗯,这是最早,那后来演变就更多了,我们不做,嗯,再去解释,呀,你说是菜,那就永远是菜,嗯,那怎么会有那么多字呢?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去理解,啊,那么,这个植物呢,还有不能吃的,那为什么不能吃呢?就是猜出来的嘛,我们祖宗就试,去蒙,啊,嗯,那不知道好不好, 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所以,其实呢,所有这些植物,从叶子,跟茎,甚至于皮,啊,等等树皮吧,啊,植物的皮,啊,各种各样的,啊,植物我们祖宗都尝过了。 所以,我们今年承认下来,有好多东西,我们没去吃,我没去啃过,没去咬过,那是因为祖宗告诉我们,那个东西不能吃,能吃的也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父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老师,他会把我们能,什么能吃,什么不吃,他传承来的告诉我们,啊,这又,嘿嘿,呃,扯远了,啊, 那么我们接着讲,那么能吃的叫做菜,嘿嘿,植物,啊,那不能吃的呢,啊,叫草,那么它实际上和菜一样,但是菜和草还是有区别的,那祖宗当然知道这个点了,所以有了这个草的出现,草呢,祖宗最早就,就叫草,啊,就发这个音,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么写出来,啊,画出来,就画了一,两个草,一堆草,啊,就是和小苗,和草一样,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草字图,啊,当然我们还有这个字,也认可这个字,就是说这个草,啊,一横两竖,啊,那就是草有,当然了,有长的,有短的,有分好以化,嗯,有两横,啊,嗯,两个十字,有长十字,有短十字,就是这个草,就是这个草,是最早,这个草音和草音, 这个字的由来,就是这种我们不能吃,但是这个植物啊,我们能吃的,当然可以满足我们吃喝的需要,那不能吃的,对我们就没用了吗,也有用,因为我们人不能只吃喝,啊,我们还需要拉杂睡,还要睡,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所谓的居,那么这早祖宗,我们这个人来到这个的时候,哪有什么说是居的这些资产,那就是光溜溜, 就是的,啊,有皮毛,啊,比今天的皮毛多,我们今天只对皮毛长不起来时,因为我们穿了一副受摩擦灯,那个原理以后跟大家去讲,那么,那你睡觉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就露天地,找个地方躺下就睡啊,那就要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地方,一个洞啊,一个穴啊,哎,就是没有,也要在一山,或者一岩石,一树, 那么大一个这个棚子,啊,给自己弄个窝嘛,嗯,一安全,再一个,还要保暖啊,或者等等,要舒适,那么,这个草的作用就出现了,它不能满足我们吃喝的需要,但是它却能让我们舒服需要,我们生活需要, 所以这个草呢,嗯,我们现在有被子,有衣服,那就是,当衣服,啊,可以,嗯,穿在这上,怎么呢,要便起来嘛,啊,打成炸,炸,嗯,保暖嘛,那么,这是你要去劳作的时候,那么,你睡觉的时候呢,那就,啊,弄个窝,叫草窝,啊, 那就是被,就是入的,铺的是草,盖的还是草,一保暖,那么,再一个呢,也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嗯,有虫兽啊,就虫子嘛,那么,所以,啊,这种草,啊,就是,啊,是不能吃,但是,为我们人类所用,能满足我们吃吃拉脏费的另外一类植物,那么,当然,这个草呢,由于,嗯,时代的这个变迁和时间的推移, 演变嘛,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草木的这个草子,啊,真实的含义,我们一个草子头,中间一个日,下面一个,嗯,时,其实呢,这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在地面以上,啊,受日月照耀,啊,有根,哎,就是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描述,祖宗当时,在演变草的时候,就画了一个植物,啊,就是有根,有茎,有头,啊,有叶,那么,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草,草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了,到处都, 就是有贱的意思,啊,比较稀有的,就有贵的意思,啊,比如说,啊,这个,一些所谓比较稀缺的这个草,啊,这个植物,那么,这个,这是我们坐窝,啊,祖宗坐窝的时候,啊,就是睡觉当床,铺的,盖的,也当被,既当床,又当被,啊,也当褥子,当这个,嗯,等等吧,那么,这一个呢,是一个方面,那需要比较柔软, 比较细小,啊,嗯,比较,这个,这个,不含水分,啊,干燥,啊,这样的东西,那么,草,这是说我们,啊,人,跟人体能接触,当衣服,那么,不能接触的,那就是,我们打个棚子,啊,盖个窝,啊,等等吧, 嗯,弄个厅子,那还用草来做屋顶,那么,这是草呢,是另外嘛,这种东西呢,这种草呢,那就需要,嗯,这个,比较有强度,啊,有硬度,啊,并且呢,要需要量比较大,那么,嗯,嗯,就要把草进行分类,哎,你比如说我们,嗯,嗯, 铺子盖的最好是只有叶子比较软,嘛,那么,草不光有,嗯,叶子,还有镜呢,镜比较硬,啊,嗯,铺子盖的不舒服,嘛,但是呢,它可以做屋顶,啊,所以呢,那么,这样呢,就要把草进行分类,哎,把草进行分类,整理, 的这个,嗯,字呢,就是姓草的草,当然,今天我们是姓草们,我们在前面是姓蔡,就是,你从事这方面职业的人,就是,啊,就固定夹着草,那这些人呢,就是,哎,嗯,做的这个工作,把这个草进行分类,哎,各种草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用途,哎,那么,当然了,你训养动物以后,那个草啊,还是动一些动物的饲料,啊,动物的食物,我们不能吃,其他动物不能吃, 那得要分类,那么,这个工作就叫做,草,啊,草草的草,姓草的草,啊,军草的草,为什么叫军草呢,所以我们顺路也提一提有些,这个词,那么,军草以前古代,啊,那兵马未行,嗯,呃,兵马未断,粮草先行,为什么呢,这个粮是能吃的植物,不能吃的就是草,那是军地出去作战,行军,做一些这个事情,那个,嗯, 嗯,粮草,不光又有粮,还有草,那个的草,粮草的草,粮草先行的草,就是被子入,就我们今天的背负,啊,当然,你也有兽皮,那么,嗯,你说,要烧的柴火,煮饭用的东西,那就地取就行了,但是,你能作为被子,你就地取取不了,心砍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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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就是干的那个草,那, 不能满足大量人员的需要的,呃,这种需求,所以又是湿的,你也不能铺,不能盖啊,所以这个草还要加工,所以就是说,这个草,这个,还要进行一些工作,啊,那么,晒啊,整理啊,拿着木头敲打,让它变得松软啊,呃,做屋顶,要把它弄整齐啊,那么,就是这个草,啊, 这个,再后来,呃,因为,呃,我们人啊,吃喝是主要的,啊,拉撒碎也是一样,那要做工,那么,这个草,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最初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呃,这个先切劳作的主要,这个工作,那么,就叫整理这个草,呃,这个草呢,要割,啊,也不能弄断了, 那么,要整理,整理完了以后呢,你还要,呃,分类,啊,就是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去割,啊,甚至于种,啊,我们有种,草有种的嘛,那么,因为这种草我们喜欢,像茅草等等,那还有根,我们一根,种植到一大片,那么便于去,我们这个,这个,大量的使用,嘛,就大量使用这种工作,啊, 其实呢,就是工作工的意思,收割,啊,管理,啊,晒,啊,分类,啊,等等,就是除了另外一个字,加手字跑,因为人类,这个草呢,实际上从草,啊,演变而来,就是去做工,所以这个,做草的草,啊,就这个,含义很广泛, 其实,这个,这个草,这个音,啊,呃,嗯,对应的这个字,最广泛的,就是做草的,这个草,这牵涉到军队,啊,等等,一些时候的演变,那么,一起做,啊,大规模的做,那么,其实,后来,由于他有做,呃,有这个,把持,人家手去,呃,互动,嘛,那么,所以,就这也和其他的字一样,最后有了,呃,这个,做的含义,啊,操控,呃,这个,这个控制,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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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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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不能吃 但是能为我们所用 它有一个特点 不光滑 甚至我们手也会受到伤 那么用为什么 就是因为不光滑 比较粗 所有粗糙的操 因为你仿身上 你看这是平整 我们做一个铺垫 一个垫子 一个链 挂个链子 等等这些东西 你看看 好像是平整的 但是呢 其实是不平整 类似于一种板子之类的东西 它比较糙 就是粗 不光滑 也就有了粗糙的糙 那么 还有一个演变方向 就是用草做的这种器具 叫草 就是木槽的槽 城槽 那个码槽的这个槽 木的槽 其实呢 它说跟木头 合作 整理出来的 你比如说 链子呀 挂的链子 屋顶的链子 那跟木头都在一起 那么它就有一个 这个 合作的 就和这个饼啊 和这个 鱼啊 之间 它也是要相互配合嘛 那么这个槽 最早这个槽呢 就是指木头和 这个槽啊 配合 能形成 一种器具 成东西 或者是说呢 一个这个 物件啊 一个资料 床帘子啊 床垫子啊 等等 那么就叫草 那么久而久之呢 它就有容器的这个意思啊 一个方向 你比如说小马桃 那都成草的这个器具 叫马桃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 因为你和木头搭配 它有缝 它有槽 小缝的意思 那么这都是这个音乐 和对应的这个字 这个演变的这个方向 那么当然 槽子还有其他的 哎呀 这都多了 大家自己可以去查证 好多 那么 当然了 也通用 我本来呢 想讲一讲 有些朋友跟我讲 说你这个不雅 不雅 等于有机会吧 其实雅不雅都雅 有什么不雅的 那些事 大家谁不清楚 那当然了 那么祖宗呢 也是既聪明又智慧 还狡猾 还调皮 到了其他的一些字 我们就不一一的去 跟大家这个 去展开来讨论了 那么 关于曹这个音乐 和字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